回到新聞現場我們來關注是這一次的藻礁公投 主要是要問投票人是否同意 庭建也就是遷移三接 那在公投的選票呢 會出現上這樣的主文 投票人就是選擇勾同意或者是不同意嘛 好有個問題來了 但這個題目呢是不會 這個問題是不會在這個公投的這個票 選票上面的 現實上如果您選擇同意的話 那麼接下來投票人還必須要做答第二個題目 這個題目呢不會出現在選票上 但是會出現在未來裡頭 但是確實大家不得不回答的問題是什麼呢 這個隱藏版的問題是在三接停建之後 你想要保有以下哪個選項呢 我們如果停建了以後 我們會遇到的是不缺電 或是要減少碳排空污 好這兩個選項您會想選擇哪一個呢 這個題目如果是二選一的話 是沒有以上接式的選擇的 如果只能所以只能二選一 主要是停建三接或是不缺電 以及減少碳排空污的存在 這問題其實真的很難解 那三者也無法同時達到嘛 最多只能夠保有兩個選項啊 那麼停建三接最直接的問題會是什麼 就會是規劃中的燃氣電廠 會因為這個產生一些可能工氣不足的問題 未來供電也會出現一些矛盾 那麼如果是想要確保供電無餘的話 目前唯一的就是炎液燃煤電廠 好這個呢可能是比較可行的 那如此如果需要犧牲上是減少碳排空污 那麼就要選擇什麼呢 好讓大家其實也是很頭疼 也是很傻意 我們來看看學者怎麼說 學者就說了 如果現在想要同時保有不缺電 減少碳排則不能停建三接 由於無法得知政府提議是否會奏效哦 早交公投至今 仍然是一個資訊不足的一個盲頭 好所以其實大家也是要好好想一想 然後投票之後呢 其實也會有未來的問題 未來有沒有可能 台灣還必須要接受一些缺電之苦呢 我們大家應該好好的想一下 那麼看到是國民黨副發言人楊直斗 他就說反核的民眾 在這個投票的動機其實還蠻強烈的 一旦支持者沒有出門投票的話 這個案子可能隨時有機會被反抄 好的確剩下不到20天的時間 四大公投其實就要到來了 那麼領先人也是第一次合體召開記者會 立委江啟成和林維周周痛批說 總統跟院長坐在這個行政宣 他們搭的是行政專機要去南下宣講 那麼這個專機的油錢是誰付啊 當然是人民的公帑嘛 濫用行政資源 潘中正老師則是很憂心說 像這樣子的行政部總理 其實就是在漁民破壞民主的機制跟根基 那麼核四公投領先人黃世秋則表示說 執政黨不應該花納稅人的錢 拼命的抨擊抹黑 號稱民主進步的執政黨 處處在做反民主的行為 動用行政資源動用國家機器 總統院長搭專機 民間團體靠雙腳 總統院長有交管 民間團體大家等紅綠燈 你用人民的納稅錢來洗人民的腦 我們還要繳錢給你 這是叫什麼樣的民主 完全違背這樣的民主精神 在這次的公投之前 他們用行政資源在做宣傳 他們甚至用假消息來混淆視聽 這個是令人遺憾且憂心的事情 遺憾是因為我們的法規顯然不是很健全 那這些行政不中立的缺失呢 似乎很難在短期間用明快的手法 來對他們造成嚇阻的作用 那我們憂心像這樣的行政不中立的作為 其實是在漁民 在腐蝕我們賴以永續發展的文化的根基 我們的執政黨 他不說明而是直接做廣告 花國家資源做廣告 要全國人民一致 是個不同意 台灣才會更有利 不然台灣完蛋 拼命洗腦 所以我真的拜託拜託民進黨 吃相好看一點好嗎 你們花幾億幾億的公帑 都是我們人民的納稅錢 但是你們現在真的反人民的公投 我再講一次 你們可以說明政策 但是你們必須要很中立的 把你們手上的那些政策 說明一遍就夠了 不是要你們花這幾億幾億的納稅錢 到四處各地去 攻擊抹黑 在野黨跟民間團體所領銜的公投 去欺騙社會大眾 甚至把政治利益的黑手 深入校園 請立刻聽這項行為 十二月十八號 珍愛藻礁重啟核四 反萊豬公投綁大選等等 四大公投案的決戰日將至 那麼預期也會有返鄉的投票潮 台鐵在今天宣布 除了週末原有的 加開五十二班次之外 還會再加開八班的加班車 十二月七號開始要開賣車票 團體也表示為了因應一百一十年 全國性的全民公民投票 這個書運的旅客需求 所以從十二月十七號 晚上七點為止 總計三天 原本呢是加開五十二班次的 另外還會再加開八個班次 總計會有六十個班次 而另外詳細的時間 也可以到官網做查詢 好來看到的是公投交到了 那麼秋頭團體原本在十二月十二號 會回到凱道大會時 但他們就怒轟說 凱道居然被禁空了 甚至還不准排字 藻礁永存 召集人黃德北就很生氣 就質疑難道現在總統府 連民意都不敢直視了嗎 我們持續來聽 是不是這個幕後的黑手 也已經介入了集會遊行的自由 今天我們要秋鬥十二號 即將要在凱道進行的秋鬥會師 被政府一再限縮我們的集會遊行的範圍 那這樣子的行為是不是違反了集遊法的精神 秋鬥遊行如果要從公園路出發 走經過總統府的正面也不准許 就是民眾也不能直接看到總統府 那是總統府不願意直視民意嗎 還是民眾不能看到總統府 當然這個警方的說法後來又變更說 可以經過這個入口總統府 但是我們要表達的是說 今天這個人民集會遊行的權利和自由 是可以這樣任意的限縮和變更的 以上層有不同意見 我們就不能排這個藻礁永存這四個字 這對我們來說也是非常的荒謬 那今天凱道的申請是瞬間就秒殺 但是目前也沒有任何的規劃行動 所以我們認為說現在是公投前夕的黃金周 凱道要進空嗎 凱道這邊都沒有任何活動 但是用這樣子的理由 來限縮秋鬥的路權的使用 限縮秋鬥的集會遊行的權利 這是我們今天要在這邊來批判和譴責的 好 繼續我們來關注的是 台南首面同意四大公投的選票式 看板在今天早上正式地掛在台南的街頭 而民間都是徐上行就痛逼說 這民進黨用強大的行政資源 也是用那些人的錢在宣傳 這民間只能夠用小蝦米的力量 來對抗執政黨這個大金魚 但他相信只要可以集結大家的力量 一定可以戰勝 我們明白清楚地知道 我們的資源絕對比不過民進黨政府 他們可以直接國庫通黨庫 黨部的錢不夠 直接用國庫的錢 行政直接不中立 就是要來干預1218公投的結果 我們一個小小小小的一個人民 我們一個小小小小的螞蟻 小小小小的蝦米 要能有這樣的看板 談何容易 要多少的人民的心血以及血汗 才能有這樣的看板 可是我們看到我們的政府 我們的民進黨政府 他簡簡單單 就有了5800萬以上 那只是至少的資源 可以在全台灣辦了這麼多 大大小小場的說明會 人民的心在躺血啊 我們的政府一點都不公正 他知道我們小蝦米的力量 非常非常的小 他知道他們大鯨魚的力量 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他還是要欺負我們這些小蝦米 我們人民並不厲害 我們人民並不強大 我們的力量就只有這麼一點點 可是我們知道 如果一點點一點點的力量 我們可以累積起來 拒殺成塔 我們還是可以把小蝦米的力量 團結起來 戰勝大鯨魚 政府不斷強調 中油天然氣三接工程沒有蓋在藻礁上 但是連經濟不多坦承 的確會傷到藻礁 而蘇奎還是駁斥說這是個假消息 珍愛藻礁推動聯盟 就怒轟政府根本是帶頭宣布散布假消息 另外蔡碧如還拿出110年度的預算書 指控政府說謊話 他說他們現在工業區就是這個紅色的地區 223公頃現在只開發23公頃 就紅色的工業區 但是他說這個811公頃 他們都沒有再開發了 這是一個問號 幫我拿著 因為今年的會期是神預算的會期 我拿到的是111年的中油的預算書 111年的中油預算書裡頭 他的三接還有第二期的工程 他總共編了521.9億 他的二期還繼續 還繼續 然後他對外說 我們已經不破壞藻礁了 我們這邊只有開發23公頃 就是這邊跟G2這邊 還有在一個另外道路2公頃 其他我們都不開發了 這個811公頃的供應檔 我們都不開發了 可是他的預算書繼續寫 總共編了521.9億 然後他要在哪裡 他要在這個地方 轉橋之後他要在這裡 填海21公頃 要預備蓋幾座的油場 六座的油場 我們政府怎麼可以不告訴人家 老百姓這件事情 如果這個會期不是預算會期 如果他沒有送預算來 一樣 我也是會被蒙在眼裡 我不知道 甚至我們只要不認真的看預算書 我們就相信他了 他真的保護藻礁了 223公頃已經只開發23公頃 他根本就是頭軌的新的軌 只要讓他蓋起來 他最後恐怕通通就一步一步 只要過環差就開始 就開始又繼續蓋下去了 經濟部坦承三街商藻礁 蘇貞昌說假消息 我現在實在看不懂我們的政府 到現場他說破壞了小部分 隔天禮拜四 那禮拜三考察 禮拜四蘇院長說沒有 一下這樣子講 一下這樣子講 然後把這個新聞再去推播 大家都看到 後面的蘇院長講說沒有沒有沒有 應該叫早家上 你講錯了要不要下台啊 如果是蘇院長講得對 你前面講錯 嚴重錯誤要不要先下台 現在的政府竟然都可以這樣 承認錯誤然後隔天說沒有 我沒有承認錯誤 是事實的東西不是判斷的東西 是事實 我沒有承認錯誤 太好了 你來承認錯誤 但是我們是可不可以 打發手分 也沒有承認錯誤